防禦警員 你們推進去幹嘛 還是都在想要找你20塊 謝謝 謝謝 掰掰 現在採取外貸對你們生意有沒有影響 有有影響 怎麼樣的影響 就是比較沒有客人 對 然後可能會變得比較分散 政策的部分可以說明確一點 不然我們可能 比如說我們隔半買下去 過了下一個月 就是全面解封 這樣我們就等於就是 那些錢又等於撒到海底面這樣 目前整個防疫 隨著疫情的和緩 中央已經宣布了 自7月27號到8月9號 改成是二級警戒 那麼同時呢 中央也訂定了一系列的 在這一個7月27 到8月9號二級警戒的 相關的管制的指引 金門縣政府基本上都會配合 中央的這些相關指引 來做規範 同時也配合地方的民情 跟地方自己的特色 來做一些管制上的調整 那麼這一些有將近 20項的管制措施 我們會有系列的公告 同時提醒鄉親 目前在群聚的部分 還是以室內50人 室內以50人為限 室外活動以100人為限 這樣的一個人數的管制 那雖然這個人數的管制有放寬 我們還是要提醒鄉親 相關的管制作為 還是要維持實聯制 社交距離 那同時呢 必須要在室外的時候 來戴口罩 金門縣政府也會視疫情的變化 動態來調整 這些防疫管制措施 小燈 小燈 好